日本疫情持續延燒 已經連續三週高於上週同日 現在更發現首例新變種株XE的蹤跡 後生勞動省表示 這名三十多歲女子 之前一直待在美國 也已經打過兩劑BNT疫苗 在入境日本時 雖然沒有出現任何症狀 卻被驗出陽性 之後進一步研究分析 發現他感染的是XE病毒株 根據英國研究指出 XE變種株的傳播速度 比現在在日本肆虐的BA.2 還要快百分之十二點六 讓日本政府不敢掉以輕心 除了派遣疫情聯絡小組 進駐疫情重災區的重省縣廳 以便直接聯繫溝通疫情狀況之外 也不斷呼籲年輕人 趕快施打第三劑 早到田大學也在校園內成立接種站 鼓勵在校生及教職員施打第三劑 希望可以將施打比例提高 至於南韓也發現XE的姐妹XL變種株的蹤跡 這也是XL變種株 在二月從英國出現以來首度傳入亞洲 而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也發現 有2.6萬人疑似反覆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更有37例感染了三次 呼籲民眾還是要遵守 佩戴口罩等防疫守則 並及時接種疫苗提高自身的抵抗力 記得廖安宇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